警方赌博网上求职诈骗集团 俄征找人网上救物推高销售量 事小68人受骗 其中一个人为了赚更多钱 甚至是亏空公款 检查的包括现金、银行卡和电脑等证物 警方说 诈骗集团涉嫌去年9月至今年3月 在社交平台刊登招聘广告 招揽求职者透过网救增加销售记录 他们先要求对方将钱传入指定银行户口 声称完成交易之后 发还本金和5-12%的佣金 但收到存款之后就逃去无中 骗徒最主要都是透过形形色色不同的借口 其实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 可以透过求职者一个心急赚钱的心态 然后从中去取利 原本他拆单的平台 应该就在网上进行那个付款 但其实他们就是要求那些受害人 就是将有关的一些金页 直接传入去一些他们操控的户口 至少68人在过程中怀疑受骗 包括一个报清法律业务公司的会计师 怀疑想短时间内赚取最多佣金 亏空公司200万 案骗图指示进行大量交易 行动中五男一女涉嫌串谋诈骗被捕 介乎18至69岁 报清学生 适应等 其中一个集团骨干成员声称是其他网络骗案的受害者 希望透过诈骗拿回自己的损失 警方说去年网上求职骗案有236宗 比前一年增加2.5倍 今年头一个月就有54宗 提醒市民提高警告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